感谢各位法师和各位大哥 给我这个机会来做一个修行的心得的回报 那么今天我的演讲主题就是禅修与主观 我们今天所在的道场是我们新加坡的火光山 这是一个清静庄严的道场 清静庄老法师在世界各地为国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最大的贡献在人间佛教的提出 人间佛教就是一个去世于尽的佛教 在最近的诅作中他提出了从家里的佛教走向大陆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欺骗 我们在出家三个代理家 那么我们佛法开始向大众向生活化 所以法师的功夫和末 那么大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念 叫慈悲喜此 变化戒 习辅结缘 立人天 传敬见行平等人 惭愧感恩大怨心 我们学起人间佛教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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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作为一个前兴的佛教 爱这个世界 服务这个世界 善美这个世界 进化这个世界 实际这个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所应当担当起来的责任 幸运大师这么多年的辛苦耕耘 为佛学界培养了很多进化人间的种子 这些种子正在世界各国 全球各地深深的扎根 未来将开除封锁的成果 而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份 都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 那么我们要进化这个世界 首先我们要从进化自己的开始 进化自己实际上不难 因为我们的心继续静 如果我们懂了佛法给我们的病障 我们进化起来就会快 所以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最快的方法来进化自己 使自己成为一个金刚不动的一个真正的道场 假如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成为 这个金刚不坏金刚不动的道场 你们走到哪里 就会把这个道场带到哪里 你们到哪里就可以进化一方 我们人间净土 就不会那么遥远 之前我刚接触佛教的时候 只接触了普通补我无常 后来呢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认为佛教呢 就是一个痛苦的声音 因为没有一点好嘛 普通补我无常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 我终于明白 原来那不是佛陀的了意法 佛陀佛陀给我们留下的了意法 是常得我尽 所以是咱们新明大师 提出了人间佛教 它的伟大意正在主地 我们不要做人间的逃跑手 我们从无始节以来 修行到今天 你们修行的果子就要结出来 结出来这个果子 不是为了逃跑 为了我们自己的想法 乃是让我们去度化一方 进化一方 如果我们的心真正静 我们也会感觉到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 是充满了无限的态度 人间即是静度 静度就在各位的心中 我们心静 则国土静 心静 我们自己的静度 就在逐渐的扩大 随着我们的功德圆满 这个静度 将学里的功德圆满一方 引领大空 由一个烦恼的人生 进入一个静度的世界 去享受在人间的极乐 所以是长额的国际 乃是我们真正国的了一方 也是 圣灵大师 苦心经营的人间 要看到内心所叫的 圣灵 为我们宣伤